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,我是李小梦。在前段时间体验浮发布英雄调整后,官方终于在今天对正式浮英雄动刀了,此次更新共有六位英雄迎来调整,一起来看看吧。 1.橘有精。在上次出橘子上分攻略的时候,小梦就说过,希望大家能趁橘子被削之前狠狠的上一波分,因为现版本的橘子的强度真的太高了,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,削弱也是迟早的事。 2.没看过的小伙伴,可以点进小梦头像去看哦。在今天的更新中,橘子二技能的物理加成,从2.12调整到了1.8,直接减少了0.32,这大大降低了橘子后期的高爆发,算是砍得很大的一刀了。 2.米莱迪。米莱迪的削弱,也是小梦的意料之中的,现版本拆塔流的米莱迪真的太强了,4秒搞掉一座塔, 3.简直是峡谷独流,这次调整降低了他大招的伤害加成和伤害比例,总的来说还可以接受,属于正常调整范围。 4.宛儿的强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,中后期一旦飞起来很难被反制,超远距离切后排,追残血,一飞一个人头,这次调整后降低了对目标单体的伤害,对同一单位的伤害衰减更多了,但是提高的大招的法术加成和基础伤害,总结就是单体伤害降低,但是A伤害增强,以后也仍然会是非白必选的存在。 4.杨简 杨简现版本太弱了,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,坦度不够扛不住,又没有爆发伤害,团战中更是很难找到机会接近敌方后排,这次加强的重点是大幅度降低了大招的CD,后期配上冷缩几乎是10秒钟左右就有大,但是小梦觉得这并不能解决现版本杨简的尴尬位置, 他的核心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,后期在双方抱团的情况下,很难去针对对方后排。 5.孙并 孙并小天使最近可以说是非常受官方宠爱了,鲜尸模型优化,再迎来新皮肤,这次调整也增强了被动的加速效果,但是降低了大招的范围,而且移除了减少敌方冷缩的功能,总理来说算是个削弱,但是被动的加速效果,大大增强了他自身的保命能力,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6.赵云 云妹又加强了,果然作为天美的亲儿子不是没有道理的,不仅皮肤多,还很少被削弱,虽然很早之前被大砍了一刀,这次调整降低了前期二技能的冷却时间,加强了回复效果,解决了赵云前期打野太伤的情况,极大的提高了前期的续航能力,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用来上一波分,这个加强还是可以的。